第十五屆華鼎獎頒獎聖典這一天在澳門舉行, 在紅地戰上都見到一群世界級演藝人現身, 好似有雷神Chris Hemsworth、人氣韓星金秀賢、韓藝室、組合Super Junior成員李東海、 林克、恩子丹、楊修成、林峰、黃秋生、蛇絲曼、黃聖衣、黃力宏等等, 可以說是星光奕奕。 第十五屆華鼎獎頒獎頒獎聖典在澳門舉行, 全晚總共頒發了17個獎項, 而中國最佳電視劇男演員獎由林峰奪得。 對於角色受到觀眾和粉絲的認同, 林峰就說會用新專輯的音樂來回歸大家。 不知道歌影視都有表現的林峰, 又打算什麼時候開演唱會呢?